我覺得像這種很多種不同的消費的部分 你如果想要一張卡就好 無腦的話我建議就是有兩張 我統計了一下我六月大概刷了這些 Oh my god Uber就做了六千多塊 我就一直做 Uber就這張 這張的爸爸 好我現在立馬就是先去辦這一張 然後高鐵那麼少喔 沒有我就一直回台中 沒有高鐵這樣也算少 三天都算少 我就一個月要做一頓紅菜 那他高鐵做那麼多 那我要推薦一張卡片 像這張叫做台新的Flygo 他其實在下半年權益有提升 然後搭高鐵有6%回饋 我覺得還蠻高的 所以一個月有1萬左右 那他這個活動他是有分3%到3% 就是3%是不上限 然後另外的3%是有加碼 那他的加碼是說每一季給500上限 所以可能你7、8、9、3 因為刷1666以內都是6% 那如果超過的部分就會回饋率會降低 那我覺得這張卡片其實拿來搭高鐵 其實也算是蠻無腦的訓練 因為回規率很高 對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說這張搭Uber好嗎 那UberEats也是可以的嗎 他也是回饋到8%嗎 UberEats會被收1.5%交易手續費嗎 那這樣子就符合資格 這樣可以 因為他是計算海外的部分 他就會給你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去上網看一下 他有沒有被收1.5% 你跟朋友你會先刷 我也是 你刷了跟大家收錢啊 但是我是也沒有什麼回饋% 到底幹嘛先收 我覺得像這種很多種不同的消費的部分 你如果想要一張卡就好 無腦的話 我建議就只有兩張 第一張就是聯邦耐電卡 因為這張卡片刷 怎麼刷都是2% 回饋無上限 這是比較簡單的選擇 那如果你要更高的選擇 就這個 他是回饋Line Points 然後他是3% 點數回饋無上限 是真的有3% 而且覺得他好可愛 對就是1%嘛 然後2% 然後3% 哦 所以就是要這一張 對 因為這一張他是下半年有做加碼 因為他也是發現說 大家怎麼都不愛辦卡 所以他們就說 那我們就乾脆1%變3% 讓大家來就是升半這樣 所以這張是目前市場上最火紅的 哦 那這三張都有年費嗎 都沒有年費問題 哇塞 我選套都不用講 哈哈哈 大概只有里程卡才要年費啦 都不是里程卡 大部分就是嘛 是這些卡適合做網購嗎 網購的部分其實我覺得 要再換卡了 不好意思喔 因為不太一樣 因為剛才叫 別拿走 我等一下就要去辦 好好好 你等一下拿去刷 對 不要這樣 我直接刷你的 我不停 我這樣會敷出帳範 哈哈哈 那如果網購的部分 其實我們之前講說網購是這一張 那他現在變3.8就比較低一點 就比較不推 那現在反而是這張卡片 這張卡片他是有到6%回饋 後面叫Infinity 對 他叫現金回饋JCB卡 他其實卡片設計得很漂亮 然後再來就是回饋率也不俗 但是他的每個月上限大概就是 6666 我只能刷到這樣 那你超過的部分你的回饋率會下降 你剛剛網購就5000了啊 那你就一個月刷一筆這個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拿到6% 我覺得還不錯啦 對 而且就是說現在市場上其實也很少的銀行 願意整對全通路給這種 5%回饋或是6%回饋那麼高的 這比較少 所以就是變成說你可能要 看你的通路來使用 比如說MOMO的話就是用MOMO卡 那MOMO卡他就是5%回饋無上限 在他們自己的同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適合 所以他們的電視購物 跟他們的網站上買東西就對了 對 就是用他們自己推出他的聯名卡這樣子 那為了回饋把自己 好多破產 真的 這樣就太誇張了 不是好多然後結果存款力 他有那麼多東西想買嗎 你這樣變卡弩了 這樣不行 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對 那如果是PC Home的話 我就推薦這張拍卡 拍卡 拍卡的話 好多朋友推薦這張 它其實已經是省卡三年了 就是它之前 之前好像是3%吧 但是現在稍微略降也變2% 那它在這個指定通路 就是PC Home的購物的 這個平台裡面 它都是5%回饋 無上限 所以我算 我覺得它也算是好用的 對 喔